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8月24日 甘拿斯亚期待为所欲为 周三早上 阿甲第15轮继续进行 由甘拿斯亚坐镇主场对阵阿杜斯为 近期状态火热的甘拿斯亚以摩拳擦掌 考虑到此前对赛优势明显 此意甘拿斯亚对全取三分是势在必得 甘拿斯亚上赛季仅获得联赛第11名的成绩排在中游位置 这显然无法令他们满意 休赛期甘拿斯亚重振旗鼓 意在冲击更高名次 休赛期甘拿斯亚在防守端下了不少功夫 也终于在新赛季中取得了成效 14轮过后军场仅施0.5球 这项数据仅次于榜首的图库曼体运会 防守端的稳定 也将为后面冲击榜首位置起到关键的作用 近五轮联赛 甘拿斯亚获得四胜一盒的战绩 其中获胜的四场比赛均能零封对手 后防线的稳健发挥总是让对手无计可施 出色的防守能力自然能够带动前场的机动性 中场爱利文等人在前场的把握机会能力也值得称赞 甘拿斯亚现在能为居联赛前列位置 他们的发挥功不可没 再看看阿杜斯维这边 上轮对阵杀是非单场打入三球 球队前锋卡阿尔迪路斯奥在五分钟内没开二度打破个人入球荒 中场前在由J古斯达攻入绝杀球 但一场比赛的胜利无法掩盖阿杜斯维本赛季的惨状 加上上轮比赛阿杜斯维本赛季和季锦获得三场胜利 进攻火力疲软是他们最大的问题 其中中场缺乏创造力无法给前锋提供支持是主要原因 十四轮联赛仅打入十球放在任何一家球会都是灾难般的表现 本场比赛对阵苦主甘拿斯亚阿杜斯维近期六次与其交手便吞下四场败仗 实力上的差距使得这场比赛似乎已失去胜负悬念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